嗨!各位大家好,今天要跟各位介紹一下就是Pandora Sparks 那這是一個西方啊,譬如說希臘神話中的一個很有趣而且很重要的插曲 它相當於是我們熟悉的所謂聖經的故事亞當跟夏娃 我們講的Pandora的這個盒子或者是壇子,這個是屬於希臘的神話系統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我們可以稱它叫做Pandora Sparks的文化史 那這個所謂的這個現在的英文裡面有把這個Pandora Sparks 你去查這個有名的字典都會有 它代表的意思就是說這個是能夠會創造很多新的問題 就是當初我們做的這件事情然後會產生很多新的問題 都是當初死掉所未及的,當初沒有意及到的問題 那這種的話的意思就稱它現在叫做Pandora Sparks 那已經忘掉了這個原來的意思 那現在所謂的Barks是一個盒子 那當然在希臘神話裡面他們主要是一個大的這個壇 所以說這是現在的這個做法 那潘朵拉的故事簡單的講 我念一段神話中的故事 那各位稍微仔細聽一聽 差不多十行,十行就可以把這個 就是說潘朵拉的故事是上帝做師 這個看到布羅米修斯做了很多事情 他不爽快,他就想出了一個新招 他計畫創造一個女人,降貨以人類 因為布羅米修斯把那個火給了人類 人類創造了文明 那神話裡面還講這個布羅米修斯給人類非常多的東西 包括意測的能力、觀天象的能力等等、農事等等 人是這個真正的創始者,其實是寶明修斯 那這個可是做師非常的不愉快 就說要來創造一個女人 哇這個很有意思啊 這個當時人類就在還原了 沒有這個潘朵拉之前也在還原 所以神話中有點迷 這樣子在天國裡面 那迷人的妖精被製造出來 就是潘朵拉被製造出來 極為精妙 每一個神影都賦予他一些品質 有的就給他是美麗的外貌 另外一個神就給他一個善變的魅力 就是講話的這個能力 第三個給他音樂的才能 使他這些都給他完美無缺 所以他把他起名叫做潘朵拉 意思就是眾神的禮物 或者是有喜多喜多的才能 喜多喜多才能這個意思 他被帶往人間送給這個 Promicius的兄弟 叫做Epimotus 那個Epimotus的兄弟 警告過他說這個是作詩啊 這個陰謀詭計 你不要接受他 他聽了這個覺得不可思議嘛 潘朵拉有一個盒子 這個盒子以前就有警告他 說不能夠打開來 可是總是會好奇嘛 有一天就把他打開來 哇結果這個什麼災後啊 都痛風病啊 風濕病啊 什麼症悉啊 嫉妒啊 厭惡啊 婦仇等等毛病啊 全部都跑出來了 那潘朵拉趕快把盒子蓋起來 只剩下一個所謂的希望 Hope 希望留在裡面 那這個基本上的故事啊 希臘神話裡面通常把這個故事 附在這個Promicius的這個 就是這個Promicius的故事當中的 一個重要的這個環節 那我們今天就是把這些東西啊 用成這個童話 這個童話來講的話就是 各位看看這個聯絡圖畫 這個是表示說 眾神都給這幅畫 眾神給他很多的這個 各種的智慧美貌這個變才 那用這個Mercury 就是這個 Mercury這個是神就把他送到人間來 那送給這個這個人 然後這個右邊的最後的這個大一虎 這是漫畫 打開了盒子打開了桶子 哇造成很多的這個問題 那我今天啊 那要講的所謂的文化史啊 其實是根據1950年代啊 1950年代啊 1950年代這個 Prinston大學出版社出了一本這個 我們當代我們就是20世紀 很有名的一個藝術史學家 叫做阿雲這個Panowski 跟他太太 他太太叫Dora Panowski 他們兩個人和寫的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潘朵達的這故事大概出版於1954年左右 那各位這是邪術作品 那我今天的所有的大部分的圖啊 大概都是這個古典的圖啊 很古典的西方的古典的藝術的圖 都是寫出這一本書 所以我想大概是這本書啊 的三分之二作的東西 都今天啊都簡單的跟各位介紹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深入的搖寫一下 在這個並不是漫畫中簡單的這樣介紹一下 這個在西方的神話裡面 西方的文化裡面啊 這當作一個很有意思的母題啊 那到達19世紀的這個那個 洛西提的這個這個畫 那更是這個有名啦 那這個在之前的話 19世紀哥德也有寫一個戲劇 那18世紀的那個法國的福爾泰 也有寫這個潘朵達 哥德也寫 所以到19世紀的話 這個這個還是非常非常的 文化史上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那我們看這一幅的話 大概左邊的這一幅啊 就是Mercury啊 將這個左邊的這個 將這個潘朵達 帶到這個 這是藝術的 這是藝術的這個描述 帶到這個 送給這個 普羅米修斯的兄弟啊 那右邊的話 就簡單的講說 哇從那個那個 那個潘啊 那個大的這個桶子啊 出來啊 萬惡都跑出來了 那剩下的 我今天要講的就是強調說 其實講說 潘朵拉的BOX 當今的這個智慧裡面 都忘掉說 它的BOX最後蓋起來的時候 還有一個就是 是這個希望 這個希望 我等一下要講 那這個是 潘朵拉1879年啊 就是 就是 Dante Griette Rossetti的畫的 這個 這個我想是很有名的啊 所以現在我們在出版那個 哥德的潘朵拉戲劇的時候 作品的時候 有時候後面就用這個 這個當作他的後面 那這一本書啊 大概就是說 這個 是這個在神話中的 這個象徵的一些 潘朵拉在希臘神話 在神話中的一些象徵的作用 可以看看那右邊 右邊的是一個希臘的 古代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畫像 那這個 那這個導師 是畫的是 雅典 雅典娜 跟這個潘朵拉 這是一個很早的時候 所以 那 所以我們講說 潘朵拉可以講說 是在希臘神話系統裡面 他是第一位女人 那其他神話裡面 雅典娜這些都是神嘛 他們不是這個 所以說 在希臘神話中 潘朵拉是作師為了 懲罰Promissius 這個 托了這個 Promissius 托了火給人類 他就命運火神 用黏土 製造師第一個女人 然後 再叫眾神 給他這個 加持 這個 送給他很多的這個禮物 那這個還有另外一個系統 當然是 現在我們熟悉的 所謂的亞當夏娃的故事 那 這個 托吃了這個 所謂的 禁果 那這個 在 在21世紀吃的時候 挪威的畫家 Mook 把他 用這個 這樣表示出來 這是另外一個 兩個 兩個的系統 好 我在剛剛介紹過說 潘朵拉的box裡面 最重要的是 留下來的 是希望 我記得在20年前 我們在從事於這個 教育改革的這些活動 那時候讀了一本 也許是1980年或者60年出德國的這個 一個叫做非邪校化社會 Discruiting Society 那這個作者其實是 他其實是認為現在我們普遍的 尤其台灣一直都在受教育 從這個小學 中學 大學 甚至到研究所 他認為正式的教育這個系統其實是不好的 應該 那這個整個社會已經邪校化 這個他是 所以他說 他是呼籲在中南美洲那邊 呼籲說要Discruiting 要把這個邪校化的社會把它解放出來 因為邪校化的社會是 各位可以看所謂的邪校化社會 也許以前的經國時候的日本的經國的時候 是一種可以表現出來說 你看他們在學校裡面也是 對天皇的照相、相片、施境 校長都會自殺等等 這個這些都是這個東西 所以他這本書寫到最後的時候 他對教育還是有很大的希望 所以他有引潘朵拉裡面講說 各位不要忘記 這個還是有希望在內 所以這個是 其實我是認為潘朵拉的boss裡面 這個所謂的hope 這個所謂的希望 這是一個一直被說full day的 那我想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比較深入的 用這個希望的這個 這個藝術品等等 文化當中的東西 再給各位更多的影像 各位可以看一看說 原來這個所謂的pandolas box裡面 那這個這本書的封面 大概就是一幅西洋畫裡面的 作詩裡面的一個細節 各位等一下我們會看到這些細節 那這本書裡面 那有另外一個語言的這個範例 各位看到 就另外一個文藝呼吸時代 所畫的這個潘朵拉 是一個這個樣子 是一個美女 斜躺著 斜躺著這個 那當然這本書也有日本範例本 日本就範例什麼 潘朵拉的這個甲子 他說神話的象徵的研究 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說 這個把潘朵拉送到人間 到底是由莫克里送 還是由雅典娜送 還是由賽奇 這個賽奇就是那個小精靈 小愛神的這個東西 送到這個天上再送到人間 當初的人怎麼樣想像說 要送一個美女到給作詩給眾者看 又送一個美女到凡間來人間來 那他們是怎麼樣表示的 各位可以看看 在天上飛行的話是怎麼樣來這個表示 那這個也是一樣 當然潘朵拉也可以代表是一種 帶給人類是一個正面的話是健康 所以有人就把它就是把這個東西 把它人格化 Personification of Hell 這個Menni-Lodi畫的這個是這樣子 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個是Jakov的Dewitt 等於說剛剛講的 賽格最頂峰的這個 這個轟功的事跡就送的潘朵拉 這個大概是這個表示 各位當然在這個西方的文化裡面 也有一些比較這個有點像漫畫式的 各位可以看一看 這個這裡面很多是 你看那潘朵拉的BOX裡面有Hope 有些復仇的神 有些這個是愛情、愛神等等 所以潘朵拉的BOX裡面什麼都包容萬象 什麼都有 各位可以看一看這個19章的左邊 這個是代表是這個希望 Hope 在潘朵拉的這個裡面 所以他們就把它畫成這個樣子 在這個比較豐富的表現出來 就是右邊的這個 那這個Hope這個是1915、19年做的 那第20章也是一樣 都是在介紹Hope 所以這一本書裡面有一個chapter 就專門在介紹這個希望 那這個希望的話 在希望的這個文藝裡面是什麼表現 它是Trump of Community 它是一種高昂的 離開邊下的這些東西 我們把它表述出來 可以看右邊的這一幅裡面 這是一個潘朵拉的女神的那個樣子 它雖然是送到人間來 那我們再來看一看這個 第21個slide 就是潘朵拉的Open the Box 打開了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萬象的這個聰明 跟一些黑暗的力量都跑出來 這是文藝復興時代的表示 那各位可以看一看 這個也是一樣 文藝復興時期的這個Viorentino 這個謊照巴黎的這個作法 這是第22章 各位看一下這個影像就好 那這個第23章的話是Iva Prima Pandora 這個是法國人在1459年畫出來的 大概是1459年左右畫出來的這個邪堂的這個 各位再看看右邊的這個有一個骷髏 那這是他們當時的話就是用這個來警戒作用 生命無常 那這個在他的上方有一個盒子 有一個花瓶 我們看24個 在24個剛剛上一圖畫的同一個作者 他做了一個楷賢門 就是亨利二世的楷賢門 這個是十五世紀末的時候 噴音末式的楷賢門 楷賢門的中央的話就是一個潘朵拉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看 那再來就是十六世紀裡面的 十六世紀裡面的那個雪地尼 雪地尼裡面有一個紅藍白鹿的這些野神 在紅藍白鹿森林當中的這些神的話 他是認為那是潘朵拉的化身 那這齁 賈洛特裡面也用這一張來表示說 你看這個天上這樣子 潘朵拉在降到這個環間 用一幅圖裡面表示他的誕生 以及他的降臨人間 這是西方的畫畫 那這幅畫大概是 James Berry 其實是非常有名的 也是可以講說有一個版本裡面的 最早的時候 各位看看那個中間的地方 那個光的這個作詩 作詩的旁邊的話就是一個潘朵拉 潘朵拉就是奉上了一個四奉 有點像天上大地的四女那種感覺 所以說潘朵拉是怎麼樣創造出來的 將這個過程這是在西方的這個文化當中 繪畫等等表現出來 這是一個主題 我們再看一下 再看看這個用這個Mercule 你看這個另外一種表示 比較近代的表示 然後比較懂得這個原始故事的話 就不是說一個盒子 而是一個Om 我想哥德爾的作品 有人就把它用Rossetti的故事 然後說這是古希臘的夏娃的故事 潘朵拉就是古希臘的夏娃的故事 所以我們今天講到最後一張圖 就是現在版的這個啟蒙時代的福爾泰 他寫的這個潘朵拉 那他的宿命是怎麼樣 今天簡單的介紹的重點就是 潘朵拉的誕生 以及他如何帶給人類的種種好處 以及這個缺點 最後的話他就趕快把盒子 拖開打開來的盒子 再把它封起來 那裡面藏著這個所謂的希望 那這是所謂的潘朵拉的盒子 的背後的吳朵拉的史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谢谢观看